你敢信每天捡破烂 能够亿万富翁吗 眼前这个小伙每天爱护环境的时候 竟然获得了最强捡破烂系统 不仅获得了路易威登股份 无数豪车别墅 甚至还捡了个小姐姐成为人生赢家 不知不觉我的存款已经有了8700万美金了 加上自身的几百万还是先存了吧 这自己的钱放到国外的银行 这不是便宜了老外吗 这银行人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垃圾 算了顺手都收拾了吧 主人捡到可乐同一个系统奖励200元 主人捡到矿泉水同一个系统奖励100元 不好意思里面不让捡破烂 怎么的你们银行有规定 不让捡破烂的进去半夜我是咋的 还有我说兄弟你这在银行工作 最起码也要有点眼力见吧 你看我这一身阿玛尼限量版休闲西装 这捡破烂的小哥虽然长得是真的帅 但还真是敢说话 黄牙玛尼限量版帮的吧 办业务的确是可以进 但是进去就不可以捡破烂了 那么先生请问你要办啥业务啊 我存款 那你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今天办业务的人有点多 你可能需要等一个多小时 还有小伙子你把你手里那袋子先扔门口吧 带进去别影响别的人 你的意思我这个是不允许带进去吗 那为什么他们能背着包进去 你这个是装垃圾的肯定不能带进去 呵呵你们银行的服务还真是不错 看来我应该决定换一家银行办理业务了 嘿你个捡破烂的帅还不少 小小年纪干啥不好 我看你就是想进来捡破烂 或者是进来蹭空调的 只是他这边话音刚刚落下 就见行长一眼兴奋的冲了出来 来到大厅 目光可是在大厅之中来回的扫尸者 只是扫尸了一圈后 并没有看到自己要找的人 行长您这是找什么呢 方董呢 方董人在哪里 行 行长 那个什么方董 没有 可是刚刚方董的银行卡 确实是在我们银行的牌号机上刷过号啊 一些超级客户 他们手中的银行卡号 也是会单独储存在行长办公室的专属价器上的 只要这类人在银行刷卡半夜五 那么行长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 老陈 刚刚是谁在牌号机上刷的卡 行长 您说刚才谁刷卡了 没有啊 今天人是不少 可是最近十几分钟 还真没有人进来 这不可能啊 难道说是机器报错了 你确定没有 要说十分钟内也只有那个小子来过 可是他肯定不可能是行长要找的方董吧 他肯定不是 谁不是 不是什么 你说说 在最近十分钟内到底有没有人来过 行长 那的刚刚确实有一个人来着 不过很年轻 而且还是个简破烂的 最后因为我没让他把装破烂的袋子带进去 就转身去了隔壁的银行了 不过行长您放心 对方肯定不是你说的方董 对方手里的卡片还是我给刷的号 他那卡片就是咱们这最普通的银行卡 连个VIP都不是 对方走的时候把号码也扔到垃圾桶了 就在那呢 您看 这就是个普通 通不了了 我雷个娘类 这咋变成超级VIP号了啊 这 这不应该啊 对方明明就是个简破烂的 自己还亲自看到 他在门口的垃圾桶边上简破烂的啊 这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超级VIP了啊 你你你 你现在开始被开除了 先生您好 请问您是要办什么业务吗 取钱存钱 哦 先生 那您到底是要取钱还是要存钱呀 先取后存 诺 因为隔壁的态度不好 所以我决定把存在他们银行的几百万都取出来 然后加上我现在手中的钱都存在你们的银行 怎么样 你们银行可以跨行取款吧 好的先生 我们是可以跨行取款的 117万5436元一脚八分 不管怎么样 对方的卡里的确是有百万存款的 虽然和对方说的几百万有很大的差距 但最起码对方是有资格使用VIP窗口的 先生 请问您确定要将这边的钱全部取出来 转入我们的银行卡中吗 是这样的 如果您全部取出来的话 我可以帮您申请免手续费 嗯 都转到你们银行吧 哦 对了 既然免手续费 那么正好我这里还有一张瑞士银行的银行卡 里面有点钱 都转到一起吧 我感觉钱还是要放在咱们自己国家的银行才好 嗯 怎么 外国银行的取不了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取出来 但是我确实没有这个权限 您稍等 我这就把我们行长叫来 您把我收拾 大家给这个买完到来了 那个先生 请问您这里有多少钱 我们行长说他马上跟上面协调一下额度 应该是8700万吧 乖乖 竟然要上亿了 行长 里面有8700万 哦 对了 8700万是美金啊 嗯 方董 方董 您好 您好 我是隔壁农好的行长 我叫马大步 您那8700万美金 我立刻就能帮您转过来 您一分钟 也不需要等待 之前我们的保安素质有问题 我已经将它解雇了 还请您再次回到我们银行啊 真是无语 早干啥去了 我想你是不是要快一点 帮我办理好这个业务了 马大夫你干什么 什么时候你们银行到我们银行里来办公来了 出去出去 没看到我们正在接待十分尊贵的客户吗 方董 既然您打算将资金转移到这边来 那么我这就安排人 把您的资金年手续费 快航移过来 还是那句话 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们整个银行给您道歉了 不过我们还是真诚的希望 有一日能够再次与您所做 哎 算了吧 农行那钱就先留着吧 你只要帮我把这8700万美金转过来 你们银行就好了 玛丽啊 干得不错啊 这一笔业务 哪都能顶得上那些业务经理一年的业务量啊 你现在刚过实习期是吧 这么的吧 我马上得上面打个汇报 奖励是奖励 另外给你申请个业务经理 啊 真的 谢谢行长 谢谢行长 不用谢我啊 是你真的能干 不过你要再接待 没事多和方先生联系联系 我看方先生年纪也不大 你长得也漂亮 说不得 哈哈 到时候你可就不用再上班了